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子,陈鸣对我的畏惧…… 唉……怕你不是自然的吗? 你倒雷下来,我的毛也得变僵 我不会那么做 我还不会吃人呢? 但有个作家老觉得,不骄稿我就会变成妖狐吃掉他 你说这有道理吗? 哦,不过知道这事之后,我就经常这么吓他了 现在挺好啊,稿子交得一次比一次快 果然我的理论是对的嘛 别在意,老大这牌,你知道的 希望比赛一切顺利,只要那边那只鬼不捣乱的话 九条小姐,有空聊上几句吗? 祝贺你获胜,珊瑚攻心海 正是多亏了九条小姐此前的提醒,非常感谢 你说笑了,明眼人都明白,左右胜负的是彼此的技艺与策略 无论如何,他都是一场精彩的笑量 这次九条小姐没有报名,实在可惜 我恐怕赢不了你 哪里的话 我猜九条小姐也像我一样,期待着在牌局中磨练技艺思考对策 和他人如朋友般切磋吧 或许吧,我明白了,既然如此,在你离开明神岛之前 我们就来上一局七圣召唤吧 乐意之志 狐狸女人和什么宫的什么海的比赛,看得我热泻沸腾 脑门的汗就像烧开的水一样 是是是,老大,整个离岛都知道你的激动之情了 但荒龙派大家还在等着,差不多该回去了 再等等,不差这一会儿 至少也让我和知友最好来上一局 这燕望不过分吧 好吧 男子汉有劣不清谈 我是不会责怪你的,知友 我听你叫他胡妖大人 这里面有什么来用吗 和我具体讲讲吧,说不定写稿用得上呢 真要我讲,我反倒怕说错话了 毕竟我作为妖怪的资历还很浅嘛 好吧,那油豆腐和狐狸有什么关系 哎呀,被你瘟得肚子都饿了 不如我带你吃盗气的油豆腐拉面吧 便吃便跟你解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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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